娱乐圈当中 其实有很多明星都是童星出身 有些人发展得非常好 有些人却不在娱乐圈 他们在个字的行业继续发展 随着人都会长大 娱乐圈当中就会有新的血液贯注 像现在较为出名的童星 就是阿拉雷与小山猪 两个小孩子都长得非常可爱 说起话也是一套接着一套 深受观众喜爱 而且还有很多商家找他们代言 但是他们长大之后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谁都无同而知 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娱乐圈当中也有失败的案例 在花千古中半年优入那个女孩 她的原名叫陆子义 她其实是一个童星 拍摄过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但是她在剧中被骂得非常的惨 很多人都说她长得难看 陆子义出生于2001年 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 小时候的陆子义长得非常的可爱 最吸引人的就是她那一双眼睛 特别的有灵气 为此她的演艺事业非常的顺畅 参演过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与娱乐圈的多威大咖合作过 成为炙手可热的童星 所有人都在期待她的成长 但她颜值却越来越往下走了 在2015年拍摄花千古的时候 就被骂得非常的惨 眼睛小 鼻子塌 脸颊寬 长得真不好看 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 这是当年那个童星 甚至网友都说 她一个人拉低了整部剧的颜值 真的是要多惨就有多惨 这么大打击 对于从小顺风顺水的陆子义来说 是难以承受的 陆子义从拍摄完花千古之后 就没有再拍戏了 而是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 提升自己的水平 出国留学之后 陆子义的微博变革一两个月 才会发一次动态 发的都是一些在国外的生活照 更多是安心在外念书 从她发照片上来看 可以看到她现在瘦了很多 长得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据悉 陆子义已经拥有一百W的奔驰 和四十W的奥迪 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大的成就 也是非常不错了 或许陆子义还不够很好